其实我一直都有留意世界声明会他们的工作 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有助养一些小朋友们 透过成为这个爱心大师 我可以去推动很多的一些朋友们 把世界声明会的工作介绍给其他的人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出一份力 我觉得有好多东西是需要从教育上面入手的 像我刚刚看到的在那个children's club里面 义工们都会教育小孩子要怎么样去洗手 洗手有七个步骤然后一直示范 对很多人来说贫困其实就代表没有钱 其实当你真的身在这个环境里面去细看的时候 这包括着很多很多很生活所需的那些需求都没有办法达到 比方说我们平时都会是理所当然的水 或者是我们大家都没有问题的一些东西 原来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还是有一群人会为了这些东西而烦恼的 如果每个人把自己所拥有的奉献十分之一 这个世界就已经没有贫穷了 透过世界宣明会的帮助底下在Camelis的家里 现在就有一个支援可以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卫生间 只有一张很小的桌子上面放了所有东西 然后地上全部都没有东西 我是觉得很佩服佩服这边的老百姓们 在还没有得到这个宣明会的支持之前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就心里面就会想哇这种生活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到的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这样子过 所以其实我很佩服他们的这一种毅力 我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真的有一个贡献 我觉得贡献是我最希望可以在这一次旅程之后 可以去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个东西 我会觉得珍惜珍惜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懂得感恩感恩自己生活里面有什么 然后珍惜自己现在有的东西是很重要的 我当然是希望大家不只是参与一次的这个活动 是真的每天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都可以有一个贡献 有一个小小的付出 我觉得这样子收集小的点滴 它出来的那个帮助是可以很大 You and I I come for children Yeah 守护孩童有你有我 那只要是好